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那时候找合作伙伴也很艰难 我把24个朋友请到了我们家 95年的年初 我跟他们吐沫横飞地讲了两个小时 说将来我们要这样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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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两个小时 我肯定也没说清楚 他们也挺糊涂了 最后23个人投票反对说别干了 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行的 其中有一个人是银行里的一个朋友 我当时的夜校的学生 他说马云 你要真干的话就去干 干了不行赶紧套回来 反正你还可以当老师 那我后来想了想 我还是要干 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多年轻人是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对吧 晚上明天早上我是一定要干这个去了 第二天早上又去干老板 所以我觉得我看见 我感受到一些东西 他们没有感受到 时间会证明不断去做 所以我就创办了中国黄业第一家公司 所以确实不容易 我现在不想像强林嫂一样不断地讲自己过去的东西 但在2002年我到哈佛去做一个就是关于internet 我们为什么会survive的原因 这个哈佛商学院请了我去做 我呢讲了几个理由 我第一就是那个哈佛的professor说 Jack请你告诉我们在你的简历里面 没有的事情 我说我哈佛申请过十次 你们都把我拒绝掉 对吧 所以我一直有个梦想 希望能够到哈佛来讲讲应该怎么做生意 然后呢 那一天呢 我讲了三个理由 其实这三个理由 哈佛的学生听了以后 教授觉得很可笑 说你们活下来是这三个原因 他们都觉得很笑话 但我确实这个生意 第一个原因 我活下来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第二个原因 我们活下来是因为我不懂技术 第三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从来不计划 这个跟哈佛的套路完全不是相反过来 我说第一我没有钱 确实创办这家公司 我是借了两万块钱人民币开始起来 那非常 我们花任何一分钱都是非常小心的 因为稍微一个不小心就得输掉 就得完蛋 没有这个order进来 没有这个cash进来 你怎么花出去啊 所以很多公司我发现失败 不是因为没有钱 而是因为太有钱以后出问题 人往往是有钱才会犯错误 没钱也犯不了什么错误对吧 所以我们两万块钱的时候特别小心 直到今天公司拥有的现金储备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中最多的一家公司了 但是我们还是很小气 我觉得小气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公司的钱就是应该小气 就是一点点去花 我记得阿里巴巴刚刚创业的时候 我们是从来不允许这个打出租车的 实在没钱 那第二呢 我说我们活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懂技术 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懂技术 做互联网 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 其实外行是可以领导内行 关键是去尊重内行 我跟技术人员从来不吵架 因为我不懂技术 我怎么吵都吵不起来 对不对 他们说的我都听不懂 你们怎么吵架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 他们竟然说 Jack你怎么这样去想问题的 我跟他说 这个世界80%的商人 跟我想法都一样 我们这些人最怕技术 我希望的就是 所有的软件的产品 在阿里巴巴网站上 所开发的任何东西 是一个dumb click 就是最简单的 傻傻地摁一下 就可以找到一切要的 如果我不会用的话 那么80%人都不会用 所以我就变成了 整个公司前几年的quality controller 这个产品啊 反正我也不想看说明书 你也比我讲的 你这东西天花烂醉多么好 反正我用用看 我不会用 扔垃圾堆去 对吧 这肯定不靠谱 你还去说服人 正因为这样呢 我们的产品迅速地在中小型企业 所谓那时候成为土老板 全部转开了 传得非常之快 因为大家觉得进去以后就能用 这是方便用 因为我觉得很多技术人员创新啊 出了大的问题 技术人员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创意 他是按照技术 这个问题 这个技术可以解决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又可以解决这个技术 然后呢 没卖出去 他回来跟你说 我的技术还不够好 还得再搞一个技术 那就复杂了 我其实对我们这种人来讲 我们根本不在乎 你怎么用 怎么做出来 我只在乎这东西做出来 有用没用 所以客户为导型 就变成了我们很重要一样 第三个原因呢 我们从来不计划 这个那时候我到今天为止 我们公司价值观里有一条 叫Keep embrace the change 我觉得Keep changing is the best plan 在当时互联网 我碰上一批所谓的专家 哎呀那批肯扫 我不太喜欢那些肯扫 一动都是讲战略 一讲都是未来的宏观图 我天啊听不懂 他们讲讲都有道理 干起来全错了 他们呢这个 这个说 哎呀你要有个很好的business plan 因为那时候去raise money 是a deal business plan 我这个倒是真话 我到今天为止 我只写过一份business plan 我们raise了好多 第一个run是五个million 第二是twenty million 我们每一个run 我只写过一个business plan 这个business plan 是在硅谷 给一家台湾的风险投资商 他说哎呀你这个主意不错 写个business plan给我 结果我花了三天时间 写了个business plan 他说no 然后我是 我想 他说你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计划 没有那个呢 我说这都不可能有计划 这怎么可能有计划呢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没计划呢 然后这家公司就把我拒绝掉 从此我就不写business plan 反而却越做越好 但是呢我觉得当时有一种很有意思的 那些business plan写得那么厚 拿到VC公司 我发现百分之九十都死掉了 原因是什么 他plan的非常仔细 但是形式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正 所以我们不断地改 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改过 我就说围绕客户需求 阿里巴巴所有的招数都前三年免费 免费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所以你免费的目的是为什么 我付出钱 我付出时间 我希望得到的是客户的满意 客户觉得哎呦这东西真不错 等他用过好了 我们所谓上瘾以后 你说你愿不愿付费 如果他上瘾了还不愿付费 你就应该把他赶走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策略是说 免费的时候 你能到 所以那时候支撑阿里巴巴走下来 我们一分钱都不赚 99年 00年 01年 一分钱不赚的时候 支撑整个公司 我就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的是客户的感谢信 很多客户给你写信 那一一都说 哎呀因为你们 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企业 因为你们 我们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这个买家 因为你们我们找到更便宜的卖家 使得中小型企业 因为我们壮大起来以后 我突然感觉到 这东西只要对别人有用 一定会 我们那时候没有去听媒体 没有听咨询师 更没有去听投资者 投资者呢 反正又是拍桌子 我的观点是这样 投资者是舅舅 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我们 对不对 你得听舅舅的 因为他毕竟给你钱 对吧 你得尊重他们 但是怎么做 一定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 而投资者如果说比你懂的话 那么应该他自己去做 我们天天听的就是客户 客户如果说有任何的不对 说网站上这不爽 那个不爽 那是我马上改 但是投资者说这不爽 那不爽 三天以后他又忘了 他又去送别人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